回到中国的过去感受一下 过去的人是穿什么衣服 就是长时间前的 他们穿了 今天我们一大家子来到洛阳了 洛阳古城 洛义城 大家都知道吧 穿着汉服 到古城里去拍照 我们先转一转 然后给一家人都选几套衣服 去拍一些照片 周围留念 牛一排这照片 你穿这样的衣服吧 这个小姑娘真的是太配合了 劝称过称 没有保养医生 太美了吧 就妈妈看看来 这这么美啊 她还知道双手合一 你跟哪里学了呀 你喜欢吗 你喜欢呢 每天都穿这个衣服吧 好不好 这俩都好了 大公主 这个西语小公主 小公主 可美了 这三位 这在业的跟一拔超六 你现在来洛阳没有穿上衣服 就感觉你没来 我觉得也是这样 现在好多好多人来洛阳 就是第一 先要来这个地方打卡 叛服 我们的妆容已经好了 来看看我们这一家人 来 看妈妈 妈妈就像一个福太太 老太君 看安森尼 在姥姥身边保护姥姥呢 你看我们像一个武士一样 这么美 看看我们一家人都这么美 是不是 你看舅妈像一个 像一天那个习书记里边的 那个 那个 鱼 鱼 鱼 这一天乖乖 哇 哇 哇 卧乌双变的 猪绳的气息 穿越 穿越 回去了 回到中国的过去感受一下 过去的人是穿什么衣服 就是 你的衣服好湿了 你的衣服好湿了 是不是因为你太热了 明天妈妈带你去看洛阳最有名的白马寺 知道吗 带小姨了 太多人了 在这拍 往那边看 哇 太美了吧 小姨你又闪一点呗 你娘过来来 叫妈妈拍照片 来 来 回头看我 哎 笑 OK 看我 这边 回头看我 来 笑一点 我早一点 对 你娘怎么一点 好 咱妈 我看我看 有 咱家的大家归秀 我亲爱的妈妈 看这边吗 看这边 看水仪石 来 猪鸡 猪鸡 看看 好美 太棒了 我的小宝贝 你帮妈妈唱一个好不好 好 好 过了一场汉服饮 也算没有白来洛阳 所以等你们以后来洛阳 一定要拍一张汉服作为留念 穿越时空 汉服饮过完了 我们也该回去休息了 现在已经快10点了 回去吃点东西 然后再收拾收拾 差不多要12点多一点了 今天就这样了 到此结束了 祝朋友们开心快乐每一天 拜拜 先拜拜你 拜拜